九尾妖狐打几段尾救咒王 其实打几不过是咒王收养的一只哈基米 在电影《风神》第一部 结尾第一个彩蛋中 九尾狐在死伤无数的殷伤士兵中 急切寻找他的主人殷兽 见到惨死的咒王 九尾狐神情透露出的惆怅 更像极了宠物失去主人那种哀伤 干脆从打几体内跑了出来 现出了他九条尾巴 开始用舌头不断舔视对方的伤口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此时九尾狐的尾巴正在慢慢消失 传说九尾狐美救一个人的命 自己就会断去一条尾巴 必须再经过一百年修炼 才能长出新的一条尾巴 为了救个凡人 九尾妖狐付出的代价和牺牲这么大 更多是因为动物懂得知恩图报 在电影《风神》第一部设定里 九尾妖狐不再是原著中受女娲的派遣 为了完成作业去毁灭殷商王朝 而是因为他身上流着咒王的血 殷兽在讨伐苏户之战中发生血崩 打几件家族成员灭亡也跟着自尽身亡 狐妖多年前被殷兽的祖先封印在此 只有他们家族的血才能唤醒九尾狐 就因为这滴血 九尾狐得以重见天日 借着苏打几的尸体回魂 刚来到人世间的狐妖即便修炼千年 可是却不按事实 对于人世间都很陌生 但是作为动物 他并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人世间的是非对错 更多是想去报答那个让他重获新生的人 电影《风神》 重新为打几人设作了定义 用现在的话说 打几不过是咒王身边一只哈基米 只要咒王三餐将他喂饱能给他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那他便认定这个男人 不计一切代价忠诚于自己的男人 虽然相较于援助改动较大 但这让打几接近咒王的理由更加有说服力 关于打几断尾救人 不得不说到关于八尾猫的故事 传说猫到九尾的时候便能语化成仙 但是每当猫长到第八条尾巴的时候 就必须去到人间满足一个凡人的愿望 可是愿望一旦实现 猫就会少掉一条尾巴 为了飞生成仙 猫不得不再次潜心修炼 如此循环往复 猫很郁闷质问佛祖 这样下去几时才能修成正果 可是佛祖却念花一笑不言不语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一个小男孩惨遭狼群围攻 幸好被八尾猫所救 保住了小男孩一命 八尾猫告诉小男孩 自己能帮他实现一个愿望 可是小男孩暂时想不出来 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 于是小男孩让八尾猫先跟自己回家 等想到了再告诉他 八尾猫便化身为普通猫咪 暂住在小男孩的家里 小男孩深夜做了个梦 无数的人向八尾猫许愿 是一场无止境的轮回 在这场轮回里 八尾猫智力破碎化为乌有 小男孩从梦中惊醒 看着八尾猫孤独站在窗边孤独的背影 小男孩不禁心疼起来 一滴泪从男孩脸上滑落 此时他才明白 八尾猫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于是男孩这晚告诉八尾猫 自己已经想到了那个愿望 便是让八尾猫拥有九条尾巴 话音刚落 八尾猫多了另外一条尾巴 终于修成了真仙 此刻九尾猫深情靠在男孩身边 终于明白了佛祖的用意 在千万人之中寻找一个真心人 一个真心愿意成全你的人 或许九尾猫在轩缘坟被封印的孤寂岁月里 也希望有天会出现一个人 那个能够成全他给他自由的人 假如自己能重见天日的话 一定会无条件报答这个人 无论他是善还是恶 而这个人出现了 他便是英寿 其实动物化生成人前来报恩的故事 在中国神话传说里并不罕见 最典型的就是民间传说 白蛇传 白素贞作为千年蛇仙 渡完雷劫便可以飞升仙界 为何要为了一个凡人 甘心冒着被震雷封塔的威胁 也要和许仙在人间厮守 追根溯源还是白素贞在1700年前 还是一条小白蛇的时候 差点丧命在法海的前世捕蛇人手上 幸好被路过的小木桶所救 小白蛇才得以回到深山继续修炼 1700年后经过观音点画 来到西湖寻找他的救命恩人小木桶 而那位木桶便是如今转世的许仙 无论白素贞后面是真为了报恩 还只是在报恩中真的爱上了许仙 都足够让他义无反顾 甚至违反天条 而内然饰演的这版妲己也是 没有背负颠覆殷殷商王朝的责任 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纯粹的情感 传说只要吃了七窍玲珑星 就算道横再高的妖魔 都会当场献出原形 笔竿为了释出妲己是不是狐妖 不惜将自己的七窍玲珑星挖了出来 逼着妲己当着咒王的面吃下去 果然九尾狐当场从妲己体内跑了出来 看着眼前萌萌哒的哈基米 咒王居然不顾自己在祖宗面前的誓言 甚至失信于王叔笔竿 声称九尾狐根本不是什么妖孽 而是祥瑞 气得笔竿当场倒地身亡 其实咒王并非胡说八道 九尾狐在原始神话里 还真被称之为祥瑞 甚至是神一样的存在 在周代编撰的《山海经》里 青秋有一种狐狸有九条尾巴 叫声犹如婴儿啼哭 人只要吃了他的肉 能够饱百毒不清 魏晋文学家郭普是这样评价九尾狐 太平则出而为瑞 是象征着天下太平的吉祥物 在古代动物的尾巴 一般被作为后代子孙繁盛的象征 所以九尾狐最初产生的原因 使人们夸张了狐狸那条尾巴 为了孕育多子多孙多福寿 便有了九尾狐的出现 从商周到秦汉 无论帝王还是平民墓葬 经常能看到瑞兽九尾狐的身影 他们静静陪伴在西王母身边 到了东汉的吴越春秋 有这段记载 相传大禹治水有功 可是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妻生子 家里催婚是催急了 途经屠山的时候遇到了一只九尾狐 屠山的人民都认为 九尾狐乃是吉祥的征兆 于是大禹在九尾狐的启示下 迎娶了屠山女子为妻 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 在原始神话故事里 九尾狐是能决定国家命运的 对于九尾狐的出现 也预示着大禹会成为天子 跟屠山女子成立家庭绵延子孙 成为下朝国君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狐妖的形象也慢慢发生改变 郭仆的同行甘宝 是中国古代智怪小说的顶流写手 对于黑化狐妖设定 他算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觉得狐狸和猪狗牛羊比起来 跟人的亲近度不够 比起豺狼虎豹 狐狸更是没有他们的威慑力 这家伙喜欢偷鸡偷鸭占别人便宜 基本可以说留给人的印象相当差 在那个年代文人备受压迫 以致他们现实中不敢随便说话 只能寄托于神仙之类的东西 产生了凡人修仙的说法 以此来摆脱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和约束 既然都可以修仙学道 那妖怪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自然而然对妖怪也没什么敬畏之心 也不再把狐妖当成什么神圣的东西 可以说人类文学思想已经进入了叛逆期 狐妖这一黑就是黑了一千年 直到明代的什么小说 风神演义便把九尾狐写成祸国殃民的罪恶根源 你被小说风神演义骗了多少年 你以为历史上的苏打几 真能魅惑君主到颠覆殷上的能力吗 你以为历史上的伤咒王 真如你想象的那么荒淫无度吗 历史上真正的伤咒王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 反而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 咒王并不是正式地号 是后人印加他头上的恶事 意为残有损善 所以当时根本没有人叫他咒王 咒王是商代的第32位帝王子兴 在明代神魔小说风神演义里的咒王 不仅生性残暴 还很好似爱看美女 这天带着仲臣来到女娲庙朝拜 一阵风吹起了连杖 咒王瞬间被女娲的法相所惊艳 居然动了色心 在女娲庙里提了一首歪尸 女娲娘娘回来后看到这首诗后 立刻大发雷霆 派轩缘坟三妖去往人间 设法加速殷伤的灭亡 其中千年九尾狐便是三妖的老大 九尾狐杀死了被选入宫的美女苏达吉 并借尸还魂附在达吉体内 借着达吉美色进宫迷惑咒王 从此商朝永无宁日 咒王十分宠幸达吉 对他的话简直是言听计从 为了排除一己 达吉先后害死了江王后和笔干等忠臣 不仅大兴土木建造露台 还怂恿咒王设立袍落和菜盆等酷刑 最后周五王激发伐咒 咒王自焚于摘星楼 达吉完成任务反被女娲甩锅 直接交给江子牙 将达吉当场处死 似乎这一切都是达吉惹的祸 达吉成了女娲的背锅侠 历史上真正的苏达吉 其实并不姓苏 而是己姓 由于出生于苏氏部落 被人称之为苏达吉 据说此女长的艳若桃李 颇有姿色 本部落的村民也是安居乐业 直到公元前1047年 60多岁的地心对该部落展开进攻 不仅抢走了部落的金银珠宝 还将美貌的达吉卢走田冲后宫 此时的达吉年仅16岁 试问一个16岁的少女如何获国殃民 由于达吉聪明伶俐 深得60多岁的地心宠爱 这也让后宫其他非平心生嫉妒 于是将各种获国殃民的罪状 全部栽赃在达吉身上 可怜的达吉 只能是委屈求全背负这个罪名了 而历史上的昼王 并不像小说里那么昏庸无道 总结起来 商昼王还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君王 他在位期间 将进犯中原的东夷打败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有段时间老百姓对这位君王颇为敬重 关于他残暴荒淫的看法 其实大部分是受小说和影视剧影响 纵观当时的历史条件 阶级剥削其实也算商朝整个统治阶级的缩影 当时商朝的奴隶主阶级是相当发达的 被抓来做奴隶的人数相当庞大 这种现象早在昼王在位时早已存在 如果将这个黑锅全部丢给他 确实不太公平 商朝走向灭亡 其实也是社会矛盾的累积 只不过到了昼王这里彻底爆发罢了 当然 在电影《风神》第一部里 昼王本身野心就很大 就想成为天下的王者 而且还是个高智商的君王 而被骂红颜祸水的达吉 在这部电影已经彻底洗白了 昼王从轩辕坟放出了被封印的九尾狐 九尾狐附身在达吉尸体上 刺激来到昼王身边报恩 面对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 达吉是最懂他的人 只是唤醒了一头野兽罢了 昼王一开始在军营就想杀死达吉 毕竟留一个叛臣的后代在身边 始终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里可以看出这版的昼王并不好色 可是当看到达吉不仅能为他智商 还轻而易举看穿他的心事 昼王决定将这个女人留下来做自己秘书 这么看来 达吉更多是昼王身边的小助手 更像他养的一只宠物 从导演吴尔善的角度来说 做这样的改编更多是为女性发声 因为他反对在那个男权社会 把所有罪责都推在了女人身上 这样显得很不尊重女性 内然饰演的达吉不再是红颜祸水 而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哈基米 真正腹黑的 还是那个野心勃勃的昼王